海葵残余环流后续还将会如何影响我国 今天已经进入白鹿节气 未来几天全国的天气形势有着怎么样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白鹿玉鹿生凉秋雨渐农 常年在白鹿节气期间夏季风会继续向南撤退 而冷空气会逐渐占据到主导地位 给北方送去秋风秋雨还有秋凉 但是夜间的凉意会明显加重 所以昼夜温差会有明显的加大 而在南方秋老虎还有秋台风还会不时地来串场 秋爽非常难得 只不过这个南方白鹿期间出现高温的概率 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 那眼下我们国家的天气形势也很符合白鹿期间的一个特点 北边一股冷空气正携带降雨逐渐向东影响到北方 而南边海葵的残余环流 仍然会给广西广东这一带带来强降雨 中间这一大片晴空区气温偏高 尤其是长江沿线还会有秋老虎现身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方的这一股冷空气 那在这场冷空气的一个影响之下 西北地区9月初的这一轮罕见的高温情热天气 终于宣告结束 接下来冷空气还会携带降雨继续向东影响到华北还有东北 而且由于东部地区的这个水气条件是比较好的 所以降雨还会有所增强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也会迎来降雨的一个最强时段 在这个陕西的北部 山西中北部 河北的中部 北京天津等这些地方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 部分地区有暴雨 明天在山西的东部到天津这一带 仍然会有中到大雨的一个量级 而且呢 降雨大多是以这个稳定性的降水呈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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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场降雨的助力之下 华北东北的这个炎热天气终于宣告结束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在西北的北部 还有华北北部到东北的北部这一带呃 呃 呃 夜间的寒液会有一个明显的加重 最低气温会逐渐地降到10度左右 尤其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 黑龙江西北部这一带 呃 甚至会降到零度上下 呃 这个后辈子一定要准备好了 呃 呃 在接下来从10号夜间开始 还会有新一轮冷空气东移南下 而且很明显后面这一轮冷空气南下的程度更深 所以呢 也会推动北方下秋转换的一个进程 目前来看这个北方秋季的 入秋的进程是略微偏缓了一些 不过接下来频繁冷空气影响之下 像华北的东部到黄淮这些没有入秋的地方 也会陆续开展这个入秋的一个进程 呃 呃 其实从长年来看呃 呃 包括像北京 郑州 济南等在内 华北平原很多地方也都是在白鹿期间开启这个下秋转换的一个进程的呃 呃 但是对于南方来说 呃 但是还享受不到冷空气带来的秋凉 变加季风的这个水汽输送导致风雨影响迟迟不肯结束 呃不过接下来这个降雨的重心会继续向西转移 今天在广东的中西部到广西的中东部这一带会有大范围的大道暴雨 广东的局部地区还有大暴雨的一个侵袭 明天广东东部的降雨会明显减弱 但是明后天在广东西部到广西的东部这一 呃 仍然会持续强降雨 要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